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尔 你是《環子嘉宾友》 Ano Ano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湖深300指数收报4632点跌24点 深圳成分指数收报1300015点 微升3点 华智综合指数收报3270点跌13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4340点跌384点 国企指数收报9732点跌184点 大肆成加1176亿 Ano看到市昨天联储局都维持利率不变 并且预料2023年前都不会加息 看到隔晚美股是个别发展 行指都低至49点 之后跌幅扩大最多跌400多点 美股三大指数期货亚洲时段都向下 A股也个别发展 港股建超一个星期低位 加上汇控又未止跌 又有份拖累的大市 港股收市也跌300多点 未来港股还有什么因素要特别注意 以及再向下机会是否可以偏大 你的市场一定是差 汇控当然是其中之一 现在在说汇控 大家在说下一个支持位置 其实都是作的 譬如28元的公股价是否很硬 很受得住 很难说的 不一定 我们经常强调 今年来说升的时候没有股顶 跌都没有股底 汇控就是这些跌的时候 你不知道底是什么时候 但是当然 始终做分析 我们硬硬要估计 如果你重返 海啸的状况 当年2009年的时间 汇控的市场率最低 就继续跌到0.44倍 你讲之前有35元 32元那些位置的时候 都说过 其实现在价格的估值 和海啸都仍有少少距离 但是问题是 你跌到这些位置 你现在看汇控的市场率 大约0.48倍 所以其实可能跌多一成左右 会存定 所以汇控 30元真的有机会穿的 但是去到28元的公股价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有些无形之手 大家觉得这些位置这样顶一顶 有这样的机会性 但是在部署策略上面 就算发生这些事件 都不会建议大家28元去买的 因为这个是假设性问题 实际上 之后的市况会是怎样 很难估计 相反到现在看到 汇控弱势 都不是今天才知道 但是问题 其实你讲今天的市况 汇控固然是一个焦点 但是你看看新入蓝丑那三只 小米 阿里巴巴 或者药明生物 特别是以小米和药明生物 这两只 虽然成份占比不重 没有那么重 但是你看到就是 他们的沽压都挺厉害 而最重要就是说这三只股份 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在短期后市出现的 不要说去到7月头的低位 你只是说过去一个月的升幅 我们蒸发多一点 这些位置 三只股份都是跌一成 不是什么很夸张的情况 所以变成就是短期来说 有机会反而说 你旧经济又不行 新经济又有个下调风险的情况 你短线的调整压力一定是大的 所以你恒指方面就看 24167这些位置是否守得住 就是8月份的低位来的 其实你是现阶段来说距离24167 可能是200点的距离都没有 一声可能裂口就没有了 你当穿完之后 2416这些位置真是有机会实手 你看到整个第三季 7月就是说先升后会 升不起的 8月就其实本身都是大致上 整个月升上来 但一个去到8月31日 一跌250天线 就跌下来 其实整个格局都是说 是反复向下市场低位 只不过因为说恒指 或者整体市场上面的估值 真的不算特别贵 所以暂时没有一个大下行空间 但问题就是 纳日恒指的成分结构变了 小米这些负面影响 就可能会很大的 即是恒指有机会穿24000 你穿24000 就可能落到23500 左右这些位置 短线的看法是很直接的 就简单一点 你上不了100天线 好像近期来说 反弹到的 升过站低 但是又站不稳 成交根本还要是小 反而你说这段跌下来 很明显是跌市成交大 所以你说短线上不了100天线 不用想了 真的有机会穿 即是八月的低位 其实八月的低位 都是试过一次的 这些位置不是特别强劲的支持位 在图表上面 都是见过 在阴阳灼上面 碰过三次左右 你穿过的话 两万四都未必真的受得住 所以你说如果短期来说 不能够大弹 起码上去10天线 二万四千五楼上 其实你看看死亡交叉 都出来了的情况下 后市审慎一点 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 阿努就建议后市审慎一点 刚才阿努也提到 汇控真的不要估底 其实距离30元的关口很接近 看见它錄了七年跌 最低今天见过30.8 收报30.9 其实距离全日低位收市 刚才你说过 其实去到28元也好 都不要撩底 如果有货的话 应该怎么办 有货可以怎么办 其实都没有怎么办 这些位置未必跌得多 你沽了持现金 你不介意持现金 当然没问题 我们不阻止人 说这段时间持现金 持现金 短线未必能够够回报 老实说 你看美股也好 那个炒作或者短线不断追求回报 那个状况 没有之前那么乐观的了 所以这些位置 持现金是没有坏的 但是持现金 跌到30元这些位置 老实说你走了 有机会可能在低位上 就是买不回 长渣未必输的 但是你要留意所谓的长渣 不是说明年那么简单 你看持有三五七年 总是这么说 你的问题是疫情 对于未来那三年的经济 影响很大 你看联储局昨天 对经济预测上面 一变动一调整 是在未来三年的 所以你会控短线 都没什么太大起色的了 你沽了货 你乖的 就这样持现金的 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先走走 始终势头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沽了 你又会去买其他的东西的话 那就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这样其实会控 现在变相又会 再跌下去 可能只是28元这些位置 未必有一成左右 但是相对地说 其他的杀伤力还是很惊一 所以其实我就建议 你有货就尽量走一走 这些市况其实 都是多拿一些现金 是为妙的 但是你说 比如你拿了很久 匯控的人的话 其实很老实说 我觉得沽不沽的分别 都不会太大 都是说过线失惨终 这些位置的话 就因人意义 我们的建议都是尽量走去 是的 安努就建议拿着 cash安全一些 如果拿了很久 都没办法 继续拿着先 刚才也提过 小米的安努 其实看到隔晚的 纳指跌 科技股其实 这两个都好像 轻微弹过 之后今天又再跌 香港这边 ATMX 都跟着市跌 当中以小米表现最差 收市都要跌超过6% 低见过21.2% 其实收报都21.3% 都是接近全日低位的 他那个董事都表示 小米今年会在科研投入上 超过100亿人民币 在科創板所有上市公司 研发成本总和的一半 但这个消息都无助股价 这一只其实一个月内 又见它都涨了很多上来 现在跌到21元 这些位置又可以怎么保存 其实没什么可以怎么保存 其实老实说 我们说你升得多 就会跌得多 这个是股票市场定律 那个问题就是 说着升那段时间 大家只会看一些领导因素 什么北水买 或者说着掩蓝 这些基本因素 所以你不梳裂的情况下 一跌上来的时候 杀伤力一定经营 现在由高位计跌了多个两成 但是问题 你看图表走势上面 都是不乐观的 所以你要 特别你股票新手 如果你又买了小米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这些我们叫典型一些 比较差的图表 第一方面由27元 跌到22元 一支大阳烛反弹 但问题就是 第一方面反弹的幅度 去到25元 就见到阻力了 这个正正是反弹整个跌浪 的0.618左右 接着再做一支阴烛 如果你集中看回这三支阴阳烛的话 整个黄昏之星出号 你没理由不走 接着再给机会你弹上去 又去到10天线 这些位置 一支十字升 这样跌回来 你现在再穿上 这次的低位的话 修补这个裂口 我经常说绝对有机会 所以小米你还拿着的话 20元 21元 之前20.9.5元 我想20.8元 这些位置 如果明天裂口 低开的话 你迫着要走 因为问题就是 沽压会厉害 而且你看回这段时间 你不计配股这一天 其实今天的沽压都见到比较大 成交是活跃的 所以我觉得 你要留意在这一轮升势 小米是升了很多 但其实北水拿着小米的持股量 几乎是没什么变动 都是9%左右 意味着什么 北水只不过是由15元 开始去到27元 这些位置 买买买买 左手交右手这样的状况 你施放气氛 当然可以借着这些方法去提升估值 但是你以回 之前有哪只股份 试过这样的走势 中芯 中芯之后发生什么事 大家知道 当然 基本因素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说的基本因素 小米在印度的业务上 又不是很确定的 所以短线上 特别是你看到 刚刚的图片又那么差 你讲的 基本因素 又不是这么支持到的情况下 我觉得穿20.8 你怎么都要走 不要这么捞底 我觉得有机会 20元后下这些位置再去买 是 阿奴就不建议这一只捞底 那小米暂时避一避 除了汇红和小米今天跌得这么厉害 其实有些都逆市升 看到比亚迪最近好像勢很强 看到他昨天破顶做了红底股 今天继续破顶 逆市都升至近6% 还有109.7% 高见过110.9% Tesla美股那边急升都带动到他 今天内地有传媒报导 就说比亚迪的Songplus 会开卖 一共会推出四款车证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消息 都利好他 看到他今天都这样升 继续升的机会大不大 这些位置可不可以高追 即始终强势 我未必建议这样去追 因为说比亚迪那些利好因素 就几乎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良点 刀片电池技术 半年前已经说了 纯粹Tesla炒得太火红火热了 现在市场上的焦点 放在新能源汽车上面 其实你看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股份 今天你看长城汽车比亚迪这些 都是逆市做好的 甚至之前配股恒大汽车 都叫做股价 你看到都是硬正 上落格局位置 所以我强势给亚迪 我觉得可以的解释得到 但是你再去追 迫它再升上去 这个风险太大 你说如果未来美股 Tesla 440多元这些位置 轻轻落到400元 或者再穿400元 跌一成的话 你给亚迪这些位置 一个不觉意的穿100元 手不得住红底股 绝对有机会 这个看你对新能源汽车的看法 我明白市场上 新能源汽车 有一班是很乐观的 看到未来可能10年 或者5年 新能源汽车的占有力加大 Tesla 现在在美国 建设全球最大的充电站 这些消息是真的很乐观 但问题就是 不是今天才讲的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 你有这些想法 我觉得你 譬如说几年前 或者整个Tesla 建布店 半年前这样你炒 OK的 但问题是 你讲到这一刻 大家讲来讲去 都是那些因素的情况下 你去高追 就会很危险 所以这些位置出手 这样去买 特别你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纯粹别人说 新能源汽车 你有买的情况下 我就绝对建议小心 我觉得比亚迪的走势 的确是却 但留意其实市场上面 今天不是说真的 一面倒顾压 除了新能源汽车之外 你说一些重卡 譬如说我以往提及到 中年重科 胃柴 都是逆市做好 你资金是有机会有得炒 但问题是资金来回 很快的 我觉得如果你看回之前 就是说你市况都比较悲观的情况下 特别这些在高位 不断地破了顶很大 就是比亚迪的成交感很大 还有有两大风险 第一你担心市况会 突然间见顶回 第二方面你说它有这么多发展计划 你怕第二个状况就是 随时高位配股 这些案例我们这个星期 大家看到非常之多 你说比亚迪会不会说 完全没有资金需要 不需要集资 我觉得不是 机会真的不大 纯粹A股那样就降低 但是问题是 你看A股的势头 都是反复为主 所以我觉得比亚迪就是 你有货的 就是以100元做止赚止施位 你这么高人胆 但是他正在破顶 这三天的成交感 还是会弱的 可能还有机会升多一扎 但他脱下10元这些位置 我会开始有戒心 我就不会见人告罪 你说真的很想买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下回100元这些位置 但是其实如果跌得很急 下到100元都没有抹 我觉得还有机会 好像大汉所说 大汉都是看70多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下回 所以你老实地说 新能源汽车 一定是高风险高回报 升到这么多的情况下 类罪了 特别你说H股的差价 都现在说 差不多只是大约1成多2成左右 收到这么窄了 还可以收到多少 难道有一天H股的价 价更高于A股 我觉得就这些位置 就要小心卖妙 始终大摩提75元 Anno也建议大家审慎少少 始终炒作消息都不是第一天发生的了 好 大家都去参观Anno的意见 谢谢Anno你先 和你申报一下 以上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